周立波再度席文,其中一句话令人异常震惊!唐爽还会继续沉默! 2018年7月19日,周立波又一次质问唐爽发表博文,周立波提出了六点质疑,大概意思是,一,为何向某某借一万元? 二,为何迟迟不还? 三,那段时间没和某某见面是怎么签的借款合同?四,透露给媒体看的合同为何施买车合同?五,合同便买车的常识在哪?六,美化某某断交五年的周家为何目的? 其中一句是英文写的,意思就是刚才说的是买车合同,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,一场震惊! 舆论一片哗然,自从周立波公布了周家微信群和事发后的谈话录音,唐爽这两天关于周立波的所有提出的疑问一直没回复,对比前几天的每天一条都回击反差甚大,还是说唐爽有其他良策,只是在酝酿时机。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支持周立波呢?第一,周立波慈善事业做得比很多人都要好。 第二,周立波是娱乐圈里面为数不多敢于说真话的人之一。 第三,周立波说话幽默,不仅会对时代热点话题做出点评,从而引导人们的思考和反省。 第四,周立波能那么火,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。 有些人认为,他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人,之前基本没看过他的节目,这次事件发现他逻辑清晰,表述事实幽默风趣,唯独就是有时候有点夸大其词,但也不是说撒谎。 嬉笑怒骂调侃戏谈戏谑中能关注社会问题引发人的思考,但往往这种节目总是不得善终。 为什么也有这么多人支持唐爽呢?第一,周立波的所有证据中,有些人认为是转移视线并未对枪之毒品针对性的说明。 第二,周立波之前节目上很多言论比较有争议,例如汉服女子任母事件。 第三,多年前曾在节目中说过咖啡大蒜论,引起很多人对周立波的反感一直至今。 唐爽在接受局面王志安采访时,穿着的是周立波送给他的名牌西装、皮鞋,戴着周立波送他的一万多手表,这个在当天唐爽也承认了此事,并称立即还给周立波,还淫湿一手大血压轻松,轻松停切直。 当时,局面的王志安当时也发了微博调侃道,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 意思是我跟你采访的时候问过你,当时为何不说。 评歌不评,大家评。我们应该相信事实,事实应该大于喜好,不然这世界就乱了。 不过这几次习闻后,唐爽再无反击,如果真有冤屈,也希望他别沉默,不用怕,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如果真的是自己理亏,那还是埋头做好科学家做的事,为祖国做贡献。 字幕——Y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